有十二朋友们想要问说 相信问您对于政治人物造神 实际上被造神 如新闻过度吹广了 政治人物以及所谓的政治娱乐化 也就是政治人物变成好像艺人一样 要会唱歌又会跳舞 又什么样子的个人见解呢 我自己觉得造神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我其实看不出造神有任何好处 但是大家为什么会有这种造神的想法 或者是一种倾向 当然很多人会推给说 这个媒体推破助澜什么之类 要追求点阅率 要追求行销什么之类的 但是确实也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说大家在讲任何事情的时候 会下意识地把它简化成某个人的功劳 我觉得这个不是媒体的问题 任何人脑里大概都有这样子的bias 我举例好比像说简讯神言之 就不是我发明的 可是我到那里被介绍的时候 讲的都好像我发明的一样 这个就我想不是老师刻意要造神 但是说在记的时候 讲错两个字就比较好记 那但是实际上当然就像我在简讯神言之的记者会上面讲的 这个主意是在一个教区领域临时政府的一个聊天室一个频道 那里面有这个一万人以上的朋友 当时同事都在想怎么样解决这个进场骚马 或者点资料很麻烦的这个问题 那里面就是有两位澄清网友 Ace Chen跟Bichu Chen 那他们提出了用简讯的这样子一个做法 那简讯实验室里面的每一个部分 那都是好比像五大电信商 好比像说QR Code的制发 好比像说机管家一开始当我们做专用的扫码器 那之后在大家的压抑之下 LINE加朋友那边也不得不加上去 所以很感谢LINE公司 那台湾社交距离那边也做了一个专用的扫码器 去扫别的都不起反应 趋势科技也写了一个专用的扫码器 那对于这个1922的这个简码 只有我们在地的五家公司可以 电信公司可以解译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从国外邁游回来的门号的话 其实1922的这个简讯是传不到任何地方的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台北市资讯局也研发了台北通 透过往期往路的方式等等 好那我刚刚讲到这样一场转 大概就已经有十几个actor了 那因为记起来很麻烦 所以到最后又记成唐峰做的 事实上就是这样子 对对对 那对那我的工作其实在社会创新 社会创新是什么 就是众人知识众人助治 那我其实只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说把到底需要做什么的 这个共同价值 去年四分之三的人一定都要买得到口罩 戴得上口罩 今年我们要把疫调从24小时 缩短到24分钟以内 或者是疫苗到四分之三以上的人 至少达到第一剂 现在已经达到了等等 就是说我的工作两个 一方面就是透明的部分 就是确保说这些事情 这些科学研究出来的 我们要达到的共同价值 是用这种很容易理解的方式 让大家都知道 但第二个也同等重要的参与的部分 就是当已经有更好的想法出现的时候 他不能只困在他自己 跟他的亲朋好友的这个密切接触者的那一群 好的想法是值得快速传播的 那我的工作就是让他的传播率 就是基本传播率 平均一传十十传百的时候 R等于十嘛 那所以到我手上的时候 我可能就稍微再把它用一些空间的这个增幅 那让他的R值可以从十一下就提升到二十三十等等 那一下子大家都会觉得说 那这个真的是很好用 那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应一个QR Code 立刻大家进场就可以刷等等 那我就会去看说 目前这个传播在哪些地方还没有传播到 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方法 让简讯实验制在这些地方也传播得到呢等等 那去增加一个讯息的好的创新的基本传书 或者我们讲基本传播数 不然哪里怪怪 基本传播数 那这个就是我的第二个 就是在参与方面的主要的贡献 那所以虽然说这两个工作 就是透明跟参与的这个工作 都是社会创新能开放政府的基本 但是我们也发现说 确实就是你把一个讯息民营化 就是外面包上一个 当然一看之后就忍不住想要传的就是方法 那事实上也可以增加它的基本传播数 大家都有看过各种网路民营吗 那我自己的做法就是把我自己的 包含这次的演讲在内 所有的著作财产权跟所有的肖像权 全部都抛弃掉 所以你就是拿我讲的一句话 然后说是你讲的 我绝对不会来告你 那你拿我本来是在别的地方的一段访问 然后跑去mix一个饶舌的音乐 在日本这里有个叫做 这个Dos Monos的一个乐团 就把我的一场访问 mix成了一个叫Civil Rap Song 变成了一个Hip Hop的一个音乐 他也没有问过我 那但是因为他知道说我不会告他 所以我的一些想法 就因为这样的关系 真的在日本的传播数现在变得非常高 可能比在台湾还高 所以已经就是进入一种变种的概念 但是因为不告了任何人 所以也才让我们可以看到 每个部会的朋友们 当他们自己有自己要宣传的东西的时候 他也可以承载在这个上面 我举例好比像说 之前课委会为了要宣传他们的 就是课讲话的一些推广的一些活动 那所以他就把我的整个照片去合成 然后就加上他们客家的一个民谣 说什么旁风过台湾没半点钱 什么老婆跟田什么之类的 他可能还记得 所以后来老婆跟田就变成了一个民营 但这个民营它实时上要推广的 是关于这个客家文化客装圈 然后很多的这种就是文史工作的这件事情 但如果他不搭上这个民营的话 其实大家连点进去额外的想要去看他的这个工作 可能一开始都比较困难 所以我觉得这个民营的话 它本身并没有善恶 而是说你把这个基本传播素增加之后 你里面放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里面放的东西如果是真的值得去了解 你点进去看真的有东西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有帮助的 但是如果里面变成一个很空虚的 就是连进去之后 什么都没有叫纯粹只是民营本身的话 那当然就比较不值得我们投入公共资源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因为我这些就是肖像权什么都是公开的 所以当然各部会的朋友或者民间的朋友 要remix我的这个任何相片的时候 也不可能每一次都就是百分之百 都做到我刚刚讲的这个条件这个标准 因为我对它没有控制权 所以我自己的做法大概就是 会不断的透过像今天这样子的演讲的方式 尽量多了以及一些素材了 然后这些素材那之后希望大家remix的时候 是可以回到这个脉络里面 但是如果没有回到脉络里面 说真的我也没有办法拿你怎么样 所以个人简介就是 我是一个素材 那我每次的演讲或者互动 都是加到素材库里面 那我尽量把它导向 就是你点进去之后 可以看到更多资料 更多具体套 脉络这个部分 但是我没有办法 就是规范二窗三窗的这些朋友 一定都会做这样子的事情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去规范 希望能够到这个问题